欢迎来到养生说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请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最新内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夏季注装三透 健康一句话 透气 透湿 透热是夏季注装要点 夏季气温高 人体皮肤的表面温度为32摄氏度 当环境气温达到30摄氏度时 人体主要靠出汗来散发热量 因此 夏季服装应注意三透 第一 透气 夏季的衣服必须具有良好的透气 通风性能 有利于衣服内外的空气对流 保证透气散热 散发体表的热量 所以夏季衣料要选择密度小 厚度薄 弹性较好 柔软的面料 第二 透湿 棉纺织品吸湿性强 可吸收皮肤排出的汗液 它既有利于皮肤通过出汗向体外排热 又能减少皮肤表面出汗引起的发绵感 保持皮肤前噪 清洁 穿丝绸品制作的服装之所以使人感到凉爽舒适 主要是由于它的吸湿性和透气性较好 真丝细蛋白质纤维 穿住后对皮肤无任何刺激作用 且美观 抑郁 第三 透热 夏季服装的颜色以白色或其他浅色较好 能够有效地反射太阳的辐射 减少热量的吸收 养生细节提示 夏季气温高 湿度大 人会有喝热的感觉 因此选择宽松 透气 吸湿性好的衣服较为适宜 夏季应该选择棉织品或压麻 丝绸等天然材质制作的衣服 这样会使人感到凉爽舒适 老年人夏季服装不应选择锦轮 笛轮 丙轮等合成纤维品 因为这类衣服亦产生静电 对人体有害 若皮肤前噪 发痒 更不宜穿住这些材料做的贴身内衣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影片对您有所帮助 也希望您也可以帮助我 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 他们会感谢你无私的关怀窝 有缘我们下一期见